我们是有两开了两个频道啊 所以说可能分流了一部分人到了另外一个ID里面 刚刚呢我们在另外一个ID让他们重新加回来 那么最新的这个研讨会的ID呢 就是851319739 那么在未来的我看一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啊 都会是以这个ID为基准 就是大家不要点之前的那个老的链接啊 这样避免大家进到这个之前的一个 之前的那个旧的里面 那么今天的话大家先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全球的2020年的一个经济展望 和2019年的一个经济回顾 报告呢各大投行和全球比较知名的一些机构啊 都已经把报告做出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呢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啊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最新的报告 大概呢是182页 如果大家有想要的 那可以跟我们的小助手说 我们就会把这个报告呢 发给大家是免费的啊 182页 那么基本上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的矛盾 以及问题 那么未来解决问题的一些潜在的方法啊 都已经在这个报告给的非常详细了 所以说宏观分析来讲的话 大家呢 基本上每一次 每一年 把这个全年的各大投行和金融机构的报告读一遍 基本上就完成了明年的全年的一个宏观的判断 那么这份报告呢 是182页 有非常详细的内容啊 希望大家如果是有时间 然后呢 12月不太忙的话 都可以看一看 那么里面全部是英文的 如果是想要挑战一下英文的 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啊 那么因为他可以复制粘贴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到这个网上的翻译 这样的话就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就可以了 那么他的第一章节呢 就是全球的经济展望 很明显就是更虚弱的震荡走势 那么以及是更高的一个风险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风险的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谈了接近半年 那么未来呢 随着降息到了末末末端啊 就是说降息的这个作用啊 效用越来越低了 像咱们打针吃药 像我得这个花粉症 很多人都有花粉症在摸尔本 那么花粉症要吃药 吃药吃到最后呢 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呢 一片还没有用 感觉好不了啊 那么这个经济也是 现在这种情况跟人生病是一样的 他整个周期呢 从生病到复苏啊 或者中间会有个阵痛的阶段 需要吃药去缓解这个病痛 那么啊 他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现在呢 大家不希望看到这个过程 希望直接就好了啊 生病马上就好 这不太可能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啊 投资方面 我们要看一下比较强的这些需求 因为呢 金融也好啊 房产也好 所有的商品贸易 只要是不是打工这件事情啊 甚至我觉得打工这个事情 也可以被评价为供求关系的一个变化 那么老板或者企业对这个工种 或者是这一类的职业的人员需求比较大的话 那他的工资就会涨得比较高 同样呢 商品的价格也是 他最大的需求到底是在哪里 那明年的这种单身的经济消费和啊 越来越少的婴幼儿的这种消费啊 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出生人口出生率是逐步逐年在下降 并且下降的非常明显 所以呢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大的经济周期的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呢 会在啊 12月底和1月初影响到各个国家的龙头行业 因为比方说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房企像万科 像万达 像一些大的公司啊 上市公司 他们都会有这个投研报告小组 或者叫战略规划小组 那这些小组是做什么的呢 啊 平时每年给他们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 就是让他们判断未来大的方向 那这个大的方向就是你公司生产什么样的产品 才会有一个更高的需求 如果这个需求 比方说今年是两千万的人口的需求 明年降到一千五百万 那今年的产量就会下降 甚至呢 可以啊 就要去研发新的产品了 第二章节呢 就是regional outlooks 就是局部地区的一个展望 包括我们说的中东地区的局势 那么非洲地区能不能崛起 东南亚地区的局部政治的稳定性 包括中美的一些冲突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低增长国家的一些啊 政治问题和稳定以及宗教 那么这些问题大家看着比较太过于宏观 感觉跟我们很遥远 但是呢 事实上大家看一下欧洲发生这些事情 为什么英国脱欧 它其实背后呢 都是宗教的一些问题和文化 对吧 因为西方人本身白人呢 就是高福利社会 那么今天呢 我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个 咱们说在澳洲经常会遇见那种 坐轮椅的人 后面会有几个护工啊 一般是一到两个护工去推着 然后让他们带着他们去逛街啊 买东西啊 甚至去赌场 那么昨天呢 我们和这个一个客户吃饭的时候呢 他说这样的一个护工啊 每年大概能赚40万澳币左右 40万澳币是一个护工啊 而且呢 吃喝玩乐的这个 就是陪同这个 我们说不能自理的这个人啊 去消费的时候呢 那么他比方说是住酒店啊 那要住两间 并且两间都要比较高档的 那么出门呢 因为行动不方便 可能要坐商务仓 或者是特等仓啊 要专人去服务 所以这些支出啊 那么最终呢 会有一部分就转换成 这个护工的一个收益了 因为护工呢 他不是啊 属于福利打工的那种医院的那种职员 而他是属于individual的ABN numb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个护工啊 就是陪同人员 他都是一个独立的小企业啊 就是说他开了一个invoice 他可以要这个invoice是2000块 吃这顿饭本来是100块 他可以要200块的发票 然后呢 去报销 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在澳洲呢 我们也知道 墨尔本现在中间一直在修路 举牌子的大家都知道年薪十几万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将会直接是导致了 其实呢 就是西方也是讲究一个政治正确啊 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 不希望其他的政党在道德方面去抨击你现在啊 就是在野党不能有被在野党抓住这个毛这个把柄 那么西方的这个欧洲也是非常严峻的目前的这些政治问题 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些宗教信仰 它也是有冲突的像穆斯林啊 和基督教 那么咱们华人的这些啊 本家的一些宗教还能好一些 因为包容性比较强啊 因为过去56个民族最终呢 大部分还是转被转化成了汉族 也不知道汉族到底是什么宗教信仰 但最终就变成汉族了 所以说呢 中国的文化是包容性比较强的 但是西方的文化呢 它是呃 针对性比较强 比方说呢 啊中国中美贸易战 对吧 那你中国 按照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来讲 大家是各让一步互相迁就一下就行了 但是呢 像美国的这种文化里面 它对它不能容忍的像这种民主啊 自由啊 freedom啊 这些词汇 它就一定要啊 站在它的那一方面 哪怕它那一方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它根本就不会考虑的 所以说呢 这些现象大家也是会要去注意 因为会直接引导到 该国家的货币 在中长期的一个货币走势 像欧元今年已经弱了一整年了 不仅仅是英国脱欧的问题 更多的是它局部地区的经济矛盾 经济矛盾的背后呢 是社会矛盾 就是社会结构的严重的啊 不完整 或者是已经是 啊 老化了 没有及时的更新 而老有的 固有的这个福利社会啊 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社会 处在一个衰退 或者是恢复期的一个啊 创造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再加上中东地区的这个难民移民啊 人数比较多 对当地的社会也引发了大量的一个冲突 所以呢 这些报告呢 大家都可以认真的去读一下 还有一些非常不错的数据 像他已经是分出来 这个是啊 1.4就是说的是美国的 1.5是欧洲的 1.6是中国的啊 几个大的国家和地区啊 都已经给出来了 还有一些货币政策 包括啊 具体到经济数据 就是GDP啊 还有低收入国家的一些展望啊 啊 还有一些拉丁美洲啊 南美啊 这些国家啊 所以呢 整体的报告呢 是非常详尽的啊 我们这个呢 都是免费给大家 大家要就是在小书手上留个言 或者是跟各自的这个啊 在购买死认识的熟人啊 有微信的 或者有邮箱的 或者打电话啊 跟我们要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World Bank世界银行的报告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GDP增长 那么美国的话 在2016年2017年2018年 以及2019年 包括明年和后年的一个经济展望 我们看到 经济展望呢 在2018年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高点 大概是2.9 那么今年呢 啊 刚刚马上要结束了 所以12月的数据一出来之后呢 今年可能就是2.5啊 比去年小了4个 0.4个百分点 那么2020年和2021年继续下滑 那么再看一下欧洲地区呢 欧洲地区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今年 他们下滑的比较厉害啊 我们知道英国今年是脱欧 所以呢 引发了这个欧洲内部的一些经济矛盾 还有呢 就是日本啊 日本是我们一直引以为鉴的 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是一个负利率的国家 并且呢 到现在居民的国民的生活的这个质量 还是比较差的 出生率极其低啊 自杀率又比较高啊 所以说幸福指数也比较低 那么房产价格呢 啊 也有很多人被套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买不起 股市呢 也是多少年也没有恢复的特别好 虽然在最近几年的时间里 稍微啊 创出了一点新高 但是呢 整体上日本的经济还是复苏的非常慢 从GDP的增长看到啊 我们也知道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 那么未来呢 日本也是依旧排华在零点几的GDP增长啊 相当于根本大家都不赚钱 那么emerging market就是我们啊 这些经济国经济体的国家 大家看一下增长率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在4.0 今年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明年呢 就是上涨的 所以说明年和后年两年的时间里面 新兴经济体的机会还是要比发达国家要多 因为发达国家的增长动力基本上已经消散了 所以呢 大家要看一下中国呢 未来预期呢 虽然是下降了 但依旧是6%的增速 所以比方说很简单一个例子 大家把钱放在支付宝里 每年呢 都要收到3%左右的一个利息 对吧 那么在澳洲呢 你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可能只有1% 那么在中国 比方说我们放的钱多一点啊 买一些大的这个银行啊 像我以前在银行啊 在这个机构里面做在中国的时候呢 还有给银行做充量嘛 比方说千三一天啊 就月底人行有考核 那么放进去存款1000万 一天就是3万 我放进去一个亿 一天就能拿赚到30万的利息 那么这个都是属于中国特色 所以说只要我们的资金足够大 在中国这个回报 稳定回报是远远超过4%5%的 那么从GDP上也能看出来 因为他的能给到这么高的一个利率回报 就是因为他的经济增长能够支撑 我去付给你这么高的利息 如果你的经济增长是1%左右 那如果我的利息融资成本是4%5% 那我肯定是赔死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如果是一家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比较快 6% 那他的企业的融资成本就能接受在5%6%左右 至少他是要平等的 那么在澳洲大家也非常的明确啊 就知道了 看一下澳洲的GDP增速 就知道澳洲的企业的融资成本 那么现在银行的融资成本是百分之三点几次啊 就已经偏高 所以说现在银行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那么西太平洋银行又被罚款了 那么罚款之后呢 要赔几十个亿 在新西兰又出问题了 又要赔款啊 那赔完了之后 钱又不够了 又要融资 那么在新西兰呢 他要增加资本这个准备金率 什么叫准备金率呢 银行就是放贷的嘛 就是也是用杠杆啊 他可能只有本金十个亿 但是他向储户啊 就是咱们老百姓融了九十个亿 那么他就有一共有一百个亿去放贷 但是现在呢 银行要求他啊 就是央行要求各大银行 把这个准备率金率提升 从十个亿可能提升到二十个亿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要需要去补这十个亿 需要借啊 或者去融资 所以呢 银行现在压力也非常大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 大家呢 看到这个现象呢 也会发现 哎 未来这几年还是新兴国家 或者新兴经济体的这个市场 比较有大的这个机会 那么大家呢 还是要关注这部分的消费群体 虽然我们不一定直接投到中国去 但我们可以投到啊 中国能够正在崛起的一些消费类的企业啊 或者是行业里面去 那么这些上市公司都是表现不错的啊 当然了 大家预防的是政治风险 那么下面呢 右右边啊 右手边我放大一点 这幅图呢 就是全球的制造业核心的出口订单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话 自从这个特朗普先生打了贸易战以后 在2018年开始 全球的制造业核心的出口订单就急剧下滑 这个蓝色的线和红色的线 从底下2018年1月份就开始啊 像是一个草帽一样 在2018年的1月份 正好是这个帽子的最最高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就成对称形状往下行 那么现在的话 依旧是新出口订单 依旧是在50以下啊 这个指数就基本上是萎缩状态 那么一旦制造业也是降到50以下的话 其实呢对股市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虽然呢 一直在跟大家说股市呢 还可能再涨个一两个月 但是呢 也确实不停的在提醒大家 风险是在增加的 因为我11月份 10月份的时候呢 是大空头 但是我11月份啊 就短短几个星期 两个星期我就转变了 马上又追涨了 因为我们做投资的话 我们不可能是像其他人一样啊 就是我们买了放在那不动 就是一旦我们发现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马上发要转变过来思路 那么原来我是做空的呢 现在我马上就变成做多了 那么这11个月 一整月的表现都还不错 那么在12月初的话 美股呢 又是下跌了两个小天啊 两小天 那么昨天晚上又反弹了 今天的话 那么香港股市呢 又有小幅的一个回调 所以呢 在未来12月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风险 那么把手里的股票 大家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仓位 外汇类的目前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股票类可能未来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会比较快 因为相信这一周大家也经历过了 突然一天下跌速度非常快 没反应过来啊 就亏了2% 3% 甚至5% 一天的时间 两天呢 就可能10%没了 所以呢 以后啊 这一个月 大家要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持仓比例 那么还有一个C图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Global Business Confidence 就是全球的商业信心指数 那么在100以下啊 现在的这个水平 那么在17年和18年上半年呢 都是在101附近 那么那个时候的日子是非常好过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大家也看到了 房地产市场呢 是达到了一个顶峰 也就是说在18年的1月份开始 房地产行业开始出现了下滑 那么最近呢 因为由于这个各国的降息降准啊 现在房地产开始慢慢掉头 但是消费信心指数 商业信心指数还没有回调 尤其是商业信心指数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老百姓 那个指数叫做消费信心指数 咱们那个很简单啊 只要是赚了钱 这个月比上个月多了1000块钱 消费信心指数马上就上去了 或者是过节了 要到12月圣诞节了 现在老外的公司里面 天天非常开心 都不上班 那这个时候消费指数也上去了 所以呢 散户像咱们老百姓 消费信心指数上去很容易 因为它是冲动性消费 但是呢 Business Confidence就比较难了 它是一个理性的 比如大家在做订单的时候 未来我有订单 我今年才会增加生产 那么现在的消费 Business Confidence 一直是在100以下 所以说呢 证明未来一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订单量还是非常少的 所以大家对经营企业没有信心 很多重要企业呢 在澳洲有一些163移民啊 或者是小生意移民啊 做咖啡店呢 都跟我们讲 哎呀 明年 像这个最近想把店卖了 或者两元店啊 不赚钱 还累 每天的早上要早起 还要进货 餐厅也是啊 4点钟要去进货 要去围妈 然后呢 要去看着这个货 因为中间怕出问题等等 还有这个奶茶店啊 现在也不好做 奶茶店还在开啊 今年说了半年奶茶店了 现在不仅不坚持减少啊 越来越多 这个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 能够承载的这个数量 我不可能天天喝奶茶 我像 我觉得我们公司就已经啊 够支持奶茶行业了 因为我们每周都会订奶茶啊 100杯50杯 20杯10杯啊 这样订 那么订完之后呢 我们想哎呀 大家现在都不喝奶茶了 为什么 太甜了啊 也很想养生 所以呢 都基本上喝够了 那么整个的消费群体 它其实是在萎缩的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看一下其他的一些 简单的数据 大家有没有想看的一些资料啊 都可以跟我说 因为12月呢 是各机构出报告的一个 集中的高峰期 比方说石油类的报告啊 黄金类的报告 就是说单个产品的报告 也是有的 欧洲地区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欧洲地区非常惨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不看好欧元 不看好欧洲的股市 就是因为欧洲的数经济数据啊 实在是太烂了 这个呢 是欧洲的制造业啊 A图 左边的这个第一个图就是制造业的生产增长率和PMI指数 PMI这个词大家要记得 它基本上是工业时代最核心的一个词了啊 它比GDP还要好 因为它就衡量的你的国家的生产制造业行业第二产业到底在国民经济中是增长的还是衰退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从2018年10月以来欧洲的经济直接全线衰退啊 现在都是负增长 所以呢 非常的惨淡啊 现在也没有缓过来 那么为什么没缓过来 但是股市涨呢 这个问题啊 在10月份的时候就让我吃了大亏亏了很多钱 那么在转换思路之后呢 就是会发现其实呢 还是一个钱往哪里去的问题 如果钱都到了股市上 那股市肯定涨啊 现在资金呢 还不敢大量的去往房市去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银行啊 又增加了存款 这个准备金率的这个提升了这个要求 所以呢 往外贷款的难度就更大了 也就是说开发商想要从银行那借钱难度更大了 因为他能借的钱更少了 相当于银行的杠杆降下来了 所以呢 在未来呢 大家还是要引起警惕 因为房产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有一项风 有一项指标叫做流动性 这个呢 是衡量资产的一个 首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在未来 因为未来呢 如果是我们手里有大量的固定资产 但是流动性很差 那么其实呢 这类资产 按理说回报应该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你涨了10% 你想抛掉的时候 那你可能要折价卖 你把涨10%的时候 没有人买 你只能是低价 打个8折 打个7折才能卖掉 我相信大家都在澳洲 有买过先股的例子 比方说你的价格呢 是1块1 买的 结果涨到1块5 但是呢 你发现底下一块4 一块3 只有2000股的买盘 但是你想卖1万股 那这个时候 你只能是成本价往下卖 基本上没赚钱 都是账面财富 所以没什么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流动性问题 还有呢 就是这个图也是比较重要的 叫credit growth 我们现在天天说 大家说信用信贷 这两个词是比较常用的 在经济社会里面 一个流动性的 行业 才是有未来的 就是说钱要动起来 那么央行和政府都希望 大家的钱是动起来 这样这个社会的经济才有活力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衡量钱动起来 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 就是credit growth 就是信用增长 那么在2018年 开始出现负值 就是现在这个负增长 橙色的 18年和18 这个18年的bank loan 就银行贷款 还不错 那么债券 19年是有所增长 但是呢 其他类的 大家看一下 其他类的呢 2018年 1月份是 就第一季度是正的 那么第三季度 是正的 第四季度是负的 2019年 第一季度是负的 非常厉害 负的20% 这就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钱啊 都是集中 越来越集中了 那么流动性不好的行业呢 就越来越缺钱 所以呢 钱虽然降息降准 但是钱没有去 他该去的地方 都去了流动性好的地方 流动性好的地方 其实就是金融资产 是债券啊 包括银行贷款 包括这个啊 还有股票 但是其他的呢 慢的那种啊 都是企业需要钱 对吧 你企业借钱了 一借就借三五年 借十年都有可能 二十年都有可能 但是这部分资金呢 融不来了啊 比如说我成立了一个 企业 我今年缺十个亿 但是我借了十个亿 大家不愿意借给我 因为周期太长了 对吧 现在大家都讲流动性 所以说呢 钱没有到实业里面去 这个呢 就是最大的问题 是因为他的流动性不好 所以投资者是非常厌恶 这一类资产的 对吧 大家很容易就想到 我钱可能投你十年 谁知道十年后 你企业还在不在 没有人愿意投那么长时间了 所以中小企业的日子 越来越难过 这个都是客观的一个事实 还有呢 就是global GDP和trade啊 这是全球的GDP增速和这个贸易 还是正相关的啊 在这个图 右下角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知道这个概念就行了 那么这些花花绿绿的数据呢 就是世界银行 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大家的这个数据啊 各国收集过来之后呢 做成表格 给大家做一个预测 讲出一些道理 宏观方面的话 其实跟着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各大投行啊 就对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政府债券和利息支付啊 中间这幅图给大家放大一下 咦 有人说没有声音 现在应该有声音了吧 哦 讲了这么半天 只有一个人说没有声音 应该是有声音了 现在 呃 大家有问题啊 可以及时问 因为我讲的速度和逻辑比较快啊 大家如果是觉得快了 可以稍微慢一点啊 因为很多听众比较呃 就比较感谢大家吧 就是讲完之后还回去听回放 所以非常的感动啊 如果是我讲的大家有不赞同的地方 也非常欢迎大家交流 因为每个人对同样的一个经济数据的解读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的语速也比较快啊 呃 所以希望大家见谅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政府的债和啊 花的这个 就是要付的息 我们都知道 像我呢 就有负债啊 我相信大家大部分人都是有负债的 你要么借钱去买房 要么借钱去做别的投资 啊 合理的负债是好的 但是呢 如果是负债需要付的利息过高啊 像有的就是政府债 他每年的GDP假设是10个亿 付的利息就是一个亿 那他怎么玩啊 肯定最后就政府就倒闭破产了吗 之前也是发生过政府破产的事情 所以呢 这条曲线呢 就是政府债和啊 interest payment 一个比例 那么interest payment 就是利息支付占GDP比例过高的话 这个国家就出现了风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都是在2%和4%集中 但是呢 有向外扩散的趋势啊 扩散到6%和8% 那很多政府就开始出现危机了 好了 那基本上这个呢 就是啊 这个世界银行啊 下面还有好多好多啊 我就是大家可以记得跟我们要这个报告啊 回家自己去慢慢研读 这份报告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聚集了这个全球智囊团的一些结晶啊 包括石油啊 它是非常全的报告 它不仅是各国政治和经济的一个解读啊 也有全球铁矿石的需求 像这个上面啊 B图右上角 那么就是啊 Crewed oil 就是不论啊 就是就是啊 这个除了Burned oil 还有一个就是Crewed oil 两大原油 这个是生产 那么Sody就是中东地区 那么它的出口和生产量都是在下降的 但是呢 这个美国 大家发现没有 10年来石油价格一直上不去啊 是因为美国从17年开始 它的石油产量呢 就非常的猛啊 那么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Russia 啊 就是俄罗斯 那么这些呢 大家都是看了之后呢 就会有个概念了啊 就是如果是大家做石油投资的 那么现在看谁啊 看的是美国 中东OPEC呢 其实影响也是在逐渐下降的 啊 还有这个呢 啊 这个呢 就是啊 蛮有意思的这些数据 左上角呢 就是 contribution to growth 就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啊 到底是靠什么 靠domestic demand 就是居民消费啊 大家想一下澳洲能靠什么 澳洲靠居民消费早完蛋了 澳洲只能靠进口和出口啊 因为澳洲的本地消费就2000万人 我始终都在强调就是除去大的 除去小的中间30岁40岁 主要的消费群体 那可能只有几百万 一个四五百万的主要消费群体 能干什么呢 在中国北上广深 随便拉出一个城市 主要消费群体都比这些啊 这么多的人口多 但是呢 澳洲确实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过去高大 高速增长的一个经济和发达国家的一个巩固地位啊 他没有掉下去 始终维持高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的生活质量 所以这个还是也不容易啊 那么GDP的增速呢 主要还是靠这个本地需求的拉升 但是现在澳联储降息之后 本地需求释放了一波 那么在明年大家会发现手里剩的钱啊 从银行里取出来的钱都投完了 都花完了啊 没有什么闲钱了 那那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那个时候澳联储就会遇上比较大的麻烦 有客户说没有没有声音啊 这个非常好玩 那么好 我们就换成一些简单的报告 给大家转化一下思路啊 这个报告呢 是我们的同事Joy 那么下周呢 也是由Joy给大家做网课啊 我们想让更多的女性进来嘛 大家做到这个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比较平衡 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 有女权主义嘛 我们要尊重女性 就是说我们男性一周啊 女性一周 男性一周 女性一周去讲网课 做到绝对的公平 那么澳元对美金呢 相信大家在澳洲都是常用的啊 这个很熟悉了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交易机会 就是澳元对纽币啊 昨天呢 我跟很多客户说了 这个1.05进啊 但是1.05进的人被套了 非常抱歉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澳币对纽币呢 现在的话是在1.046 从长周期来看的话 这个呢 我就 我相信不用太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怎么去交易 很简单 1.03 1.04 大家随便买 那么因为长期来看的话 澳洲的人口经济 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结构 都远远要优于新西兰 新西兰目前是存在一定泡沫的 泡沫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的capital gain free 大家赚了钱 买股票赚钱不用交税 买房赚钱不用交税 你说它的房价能不涨吗 股价能不涨吗 它的股价连续创出了好多年的新高 目前是从07年到现在是涨了三倍 四倍左右 但是澳洲的股市从07年到现在只涨了一倍 这就是差别 所以说澳洲呢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的 那么新西兰在明年大选 我相信也是会像此前大选一样 在15年的时候 15年大选的时候呢 是涨到了1.13附近 那么最低呢 是到了1.00 1.006的位置 那么现在的话是1.046 大概往下最多是400点左右的位置 一点的话 一手大概是1000块钱 那么往下一手的话 最多是亏4000块钱 一旦知道了这个风险是有限的 如果是我们是1万块钱的账户 我们就可以去买一手嘛 大不了我们浮亏4000块钱 等到明年大选嘛 所以这样的话 风险就很低了 那么澳元和美元的话 这个呢 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 整体来讲的话 澳洲的数据影响比较小 主要看是美元的一个走势 那么受到的 还有中国的这个经济主要是铁光石 这个我就简单过一下 因为大家都熟悉了嘛 政治因素 大选的这种政治因素 在对澳元基本上已经没了 还有澳联储RBA 这些利率决议 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那么澳洲目前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失业率和通胀 通胀的这两个问题 那么失业率希望越来越低 通胀呢需要到达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三 但是目前呢 降息带来的什么问题呢 降息带来的问题就是失业率 依旧在百分之五点二 这个就很麻烦啊 就证明 我刚刚说的这个 钱没有到实业里面去 都涌向了金融资产 那么金融资产 是一直在涨的 但是实业还是没有钱呢 实业没有钱 你的失业率就下不去 失业率下不去 RBA通胀率就达不到目标 因为大家的消费能力 还是没有增长嘛 说实话老百姓的钱 还是要靠打工来赚嘛 咱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做生意啊 每个人都搞金融啊 对吧 毕竟搞金融的人是少数 所以呢 澳联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当然了 他们也是比较聪明的人 相信他们在2020年 应该会有一些调整 希望更多的资金流到 整个的真正的实业上面 那么这个呢 就是研究报告 是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知道中国有两大交易所 一个是上证 一个是深证 那么这个呢 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研究报告 啊 今年的话 其实呢 给大家最大的一个预警信号 就是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 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长期和短期的收益率是倒挂的 就是未来 大家不看好三年的美国的金融市场 和美国的经济 那么只看好短期半年到一年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呢 就是收益率倒挂的直接的解读 那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呢 收益率倒挂呢 在短期内 比方说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股市往往是上涨的 没错 现在股市上涨的 但是呢 在两到三年的周期里面 股市是暴跌的 啊 所以呢 大家要看一下到底什么时候 股市能开始下跌 就是啊 他这个报告呢 也是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要 那么过去呢 四次的这个倒挂是出现在1980年啊 1988年 2000年和2006年 2006年呢 大家非常熟悉啊 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 对吧 所以说呢 倒挂之后 06年6月份第一次 那么在07年底就出现了金融危机 08年初 接近啊 一年半的时间 那么2000年呢 也是互联网泡沫啊 1991988年 也是出现了一些小的金融危机 所以呢 其中最长的一次的时间是23个月 也就是说两年 两年的时间啊 所以说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从今年年中开始到明年年中 就是正好一年 那么我们最有把握的就是到明年年中 我们股市的资金就要撤出来七七八八了 这是一个大的信号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资金流动啊 他是一个周期性的 钱不会到实体经济 是因为实体经济的风险更高 周期更长 对吧 金融资产的时间周期更短 流动性更好啊 并且回报可能性更高 所以大家现在没有人会投到实体经济去 谁愿意去花钱去买一个厂房啊 租一个厂房 一租就租一年的合约 对吧 谁知道半年之后啊 自己的这个卖的东西还有没有人去买啊 很难说的啊 但是金融资产 我今天进去一个亿啊 我明天想出来 我还是一个亿可以出来 对吧 我不需要去打两折打三折去把我的设备全都变卖掉 对吧 像我们买车一样啊 买这个机械设备 只要买了 他就是二手的 所以呢 金融资产现在非常受欢迎 那么国债利率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的 大概呢 就是一到两年的时间 那么到明年中 大家要记得这个时间周期 其实从明年三月份开始 大家就要引起注意 因为还有一个特朗普选举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美债期限利差 与道琼斯指数的一个变化 那么蓝色的和红色呢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反向的 对吧 那么在现在的话 他依旧是一个反向 那么一旦利差 开始降为负的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风险了 那么现在的话 蓝色的是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 那么红色呢 就是利差 就是远期的十年利率 减掉两年的 就是短期的一个利率利差 目前接近于零以下 那么06年 我给大家标一下 那么这段时间就不算了 这个是79年 这个比较夸张 那么在198几年 这一次 还有呢 是这一次 这次2000年股票下跌的比较厉害 还有这个08年 07年的这次下跌也比较厉害 那么这一次呢 股市反弹的幅度非常大啊 所以说呢 各大机构也是争相做出了对冲 前两天呢 有个机构做空了美国指数 就昨天赚了3200万美金 两天时间赚了3200万美金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滞后啊 倒挂的时间和滞后的月数 基本上大家看啊 10个月 19个月 13个月 23个月 所以说呢 到明年3月份呢 我们就差不多是10个月了 到明年6月份是12个月 明年3月份 大家就可以端端续续 开始慢慢从股市上 开始撤一部分资金 包括我们的养老金啊 开始去持有一些啊 养老金 大家比较麻烦一些 少的话几万块 多了几十万啊 大部分都是投股市的嘛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大家要撤出来 因为股市房市 那个时候都不能投啊 07年的时候 你说去投房市啊 比股市亏的还惨 因为股市你能撤出来 房市07年08年 金融危机的时候 美国的房市基本都腰炸了 怎么撤 撤都撤不了 所以说呢 明年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养老金呢 自己也要适当的去调整啊 是持有现金啊 也比就是说 持有这些负增长的资产要好 或者是养老金 再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资产 比方说黄金啊 比方说这个养老金都可以去买啊 不仅仅养老金只买股票 养老金能投的地方很多啊 各大金各种金融资产都可以去买 然后呢 这个是呃 原因啊 这个原因 原因最主要的呢 就是短期收益率高了嘛 那么大家的融资成本就高了 对吧 融资成本高了 你杠杆 本来呢 大家企业嘛 企业本来就借不来长期的钱啊 刚刚也给大家说了原因 长期的资金借不来呢 他只能去借短期的 本来短期呢 呃 大家还能借点钱 哎 现在好了 你的债券收益非常高 短期一直在涨 百分之三点五四点五啊 这样涨到三点几四点几了 那么企业融资成本至少要高高于债券五到十个点啊 那你可能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从原来的八点几涨到了十二点几十四点几 那你企业怎么赚钱 企业每年呢 无非就是赚个百分之十几 然后呢 减掉利息成本 借贷成本 百分之六百分之七啊 中间能赚个百分之六百分之五 如果是利率融资成本上升了 那企业很难做的 并且呢 呃 未来大家预期都不好的时候就加速了资金从长期市场上流通到短期市场上的这种速度 也是抑制了大家去做中长线规划的一些投资的愿望 因为很多企业做企业的人都知道 你不可能啊 一两天把生意做好 你这个生意要做好 可能要三到五年的一个时间 但是现在没有人愿意去做 这个呢 就是这个美债倒挂收益啊 它是中文的 所以说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容易就能理解读懂的 啊 那么这个呢 我就不再说了 然后呢 接下来是石油部分 石油呢 最近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整体大家都是赚钱的啊 因为我也是买入了很多石油 啊 那么还有一个策略呢 哎 哎 这个还表现还不错啊 今天早上的时候是负的 那么现在已经是正的了 就是这个石油 呃 石油呢 现在的价格呢 应该是已经收复了上周五的下跌的一个幅度 但是未来面临的欧派个大会 大家一家啊 就要有保持一个警惕的心理 并且12月呢 金融市场的波动啊 会加剧 啊 另外呢 苍稀啊 这里石油油KO的苍稀呢 现在今年一整年呢 都是非常高的啊 像我们这里 买100桶的石油呢 大概每天能拿到3澳币 就是说2块5美金 大概是3澳币的利息 每天哦 那100桶的原油呢 大概成本就是6000块钱 6000块钱 你每天能拿到3块钱 啊 的利息 那么长期大概一年下来300天 我们就算300天 就是拿到1000块的利息 接近20% 接近20%利息 非常高 但是呢 在未来 这个有可能出现调整 也就是说 在12月的时候呢 未来的远期合约和仓储利息 那么各大机构都会做一个调整 调整之后呢 最终在12月底 会得出一个新的啊 未来一年的一个长期的 大概的一个利率区间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是想要长期做投资的话 那么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利率回报 可能会有所调整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 哎呦 表现不错呀 石油非常给力啊 就说涨就涨了 现在已经是逼近63块钱了啊 刚刚是这个几分钟涨的非常好看啊 这个图 我就喜欢这种图啊 因为同样我们如果是盯盘的话 价格不动 我们没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是突破性的话 像这种动的比较厉害的啊 我们就是赚的也多 那么这个呢 就是石油的价格 其实石油价格波动非常快啊 大家作为原油呢 会发现 它上的速度很快 并且呢 是连续上涨 下跌呢 也是连续下跌 只要我们的大周期啊 像这个呢 就是戴若古比的这个均线啊 如果听过讲座的话 就会知道红色的线呢 是短期 那么蓝色的话是长期 短期上穿蓝色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啊 这个是12月4号 12月4号呢 红色的线刚刚开始上穿蓝色的线 那么在 这个61块2毛7的时候 所有的红色线开始完全穿过蓝色线啊 基本上就可以买入了 那么在61.27的位置 在12月4号 那么这个是年线 年线的附近呢 会有盘整 所以说短线的话 咱们就到61块7毛6啊 大概就赚5毛钱的位置 我们就离场了 对吧 所以呢 大家看到12月4号 这根红色的线啊 它是有盘整的 因为年线黑色是年线啊 压力位还是比较足的 那么在第二根和第三根 第四根的时候 它盘整了啊 对吧 这里是一个盘整区 那么在2019年12月4号 在61块7毛6的时候呢 它踩住了这个年线 开始一根快速上涨了线 那这个线呢 就可以继续追涨 作为短期的一个投机行为来讲的话 因为它突破年线的速度非常快啊 所以呢 基本上就可以等两到三根柱子啊 那这根柱子回调幅度比较大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撤出 比方说我们啊 在这里就是跌破前期的这个 62块6的位置啊 就可以撤了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承受 它下跌了这么大一个幅度的一个回调 这是短线啊 如果是长线的话 大家就是说啊 我又赚利息啊 长线我又觉得石油还是上涨的 那么大家就无所谓嘛 所以呢 整体来讲的话 石油呢 目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上升通道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 到达61块多的位置呢 正好是达到了通道的底部 但是由于未来呢 5号和6号啊 就是今天和明天呢 OPAC会召开会议啊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待 不建议买入太多 那么这个通道呢 画出来也非常简单啊 上边和下面呢 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大家画一个平行线 平行线啊 就可以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各国股市最近也是 今天也是有所稍微的反弹啊 澳洲昨天和今天反弹了一些 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在整个经济环境里面的话 目前还是比较正常了 没有说太多的恐慌啊 也没有太多的激情 属于中规中矩啊 就像结婚啊 已经过了七年之痒 那种感觉啊 大家比较平平淡淡相敬如宾 只要是合规矩啊 不要用太高的杠杆 今年的话 我我昨天还看了一下 我大概呢 头部客户啊 就说大家的资金呢 在五万以上的话 这部分就说 可以买多个产品 去做一个资金的相对匹配和风险的配置 80%多的人 确实还是赚钱的近年 那么最多的那些客户呢 可能少数的赚了上百万啊 一百多万都有 那么这个呢 是今年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 整体还是不错的 因为呢 股市是上涨的 黄金是上涨的 石油呢 是上涨的 我们中国人喜欢买涨嘛 买涨不买跌 所以说呢 基本上今年整体回报还是不错的 那么少数的 个别的一两个客户呢 呃 大家就是呃 做短线比较激进 可能是亏损一些 呃 或者是少数一两个亏的比较严重一些 那么其实呢 还是 就是说大家最短线和中长线 两种交易方式 不熟悉 对于短线来讲的话 很多人呢 觉得短线赚钱比较快 当然快了 但是呢 难度也更高 所以呢 对大家的技术要求就非常高了 但如果是大家时间不多的话 你做一个中长线的匹配 只要你宏观分析的啊 大方向不错 那么其实呢 赚钱就是个大概率事件 很多人呢 就是在下跌的时候 跑了啊 买多 亏钱 离场了 但是上涨的时候呢 就追进去追涨啊 所以说呢 这个是不健康的 那么在很多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价格涨跌啊 都是会回来的 包括这个石油啊 大家看他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总是有你赚钱的那一天吗 关键是你能不能等到 有没有耐心啊 所以呢 像麦克同 麦克呢 他就会在这个座位后面贴一个 叫什么金刚经咒 好像还是叫什么 是一个佛家的 金刚经类的东西啊 就是时常要念经啊 念经要警示自己啊 那么像我的话 之前呢也是这个啊 多少都会读一些道道学啊 还有这个佛学的一些东西 因为你要自知嘛 自知以明智嘛 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性格 控制不住自己的啊 然后买了就想卖 不赚钱就难受啊 亏钱了就不爽 想关单 这些心态是不能有的 非常不健康 因为我们做中长线的话啊 其实呢 是抓大趋势 那么做短线的话 其实呢 就是在跟自己在做对话嘛 你自己跟自己在交流 那么这个呢 那就是石油 我们回过来在最后 快快的讲一下石油 石油呢 其实有三大属性 工业属性和政治属性 以及金融属性 金融属性呢 美元在金本位和黄金脱钩之后啊 他需要一个绑定货币啊 那么就是和石油绑定在一起 这样的话 全球还会继续用美元来结算石油 对吧 因为如果是美元不和石油绑定 假设石油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 那大家都去买人民币了 为什么澳元之前那么贵啊 对美元能涨到一 就是因为大家去买铁矿石油 要用澳币去结算 所以说国际投资者呢 国际的贸易商啊 和政府就要去囤澳币 你只有有澳币 你才能去拿澳币去买铁矿石吗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大家如果是需要石油 那么美元就会涨 因为大家需要美元去买石油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政治属性就更简单了 像美国打伊拉克啊 美国打阿富汗啊 就是各种战争 还有中东的局部战争 五次中东战争啊 都是政治属性 还有这个民族属性啊 石油也有民族色彩和宗教色彩 那么工业属性就更简单 像我们穿的衣服啊 轮胎啊 还有这些化工原材料 没有石油 可以说就是没有工业时代啊 石油是工业时代的必需品 那么供求变化的话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 OPEC原来是老大 现在它已经不是老大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全球原油需求的变化 过去呢 中国需求是10% 现在是13%在增加 美国呢 原来是28% 现在是25%在降低 欧洲也在降低 所以说传统的发达国家的需求 对原油的需求的进口 是在降低的 但是从供给方 我们看一下OPEC OPEC 23.99% 那么现在呢 是21.38% 是在降低的 沙特呢 是10% 现在是10.3% 没怎么变 俄罗斯15% 到现在14% 降低了 美国11% 到17% 增长了6个百分点 所以说呢 美国业油业油革命之后啊 石油价格在 这个15年 跌到了3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呢 美国的这个业油的产能啊 就非常大了 因为美国之前是进口国嘛 但是他国内业油可以生产之后呢 成本很低 所以说呢 美国啊 生产量越来越大 对全球的石油需求量就越来越低了 因此呢 外面的石油价格就开始直线下降了 那么最多是跌到了30多块钱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全球的一个产油国和进口国的一个大概的平衡 所以呢 未来呢 依旧是一个动态平衡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供求关系 现在我们发现蓝色的是供应量 红色的现实呢 需求量 那么供应量现在是略大于需求量 也就是说石油价格想上卷还是很难的 那么需求量呢 是什么概念呢 需求量是一个长期概念 供应量的是一个短期概念 比方说我们家是生产自来水的啊 生产这个矿泉水的 那么市场上对于矿泉水的需求 是稳定增长的 对吧 比方说夏天啊 可能需要100万桶 那么冬天呢 可能需要90万桶 对吧 那明年的可能需要的比今年多5% 6%啊 它是这么增长的 但是呢 我作为生产商啊 我作为自来水的供应商 我今年呢 我可以生产100万桶啊 但是到了明年 我可以哎 变成90万桶 我直接就削减了10% 或者我甚至削减20% 我让价格上升 对吧 我希望涨价 那我就直接 我就自己就削减了20%的产量 这是可以的 所以呢 供应量是短期 直接影响市场的 但需求量是一个长期的 慢的市场 啊 所以说呢 这两个概念 大家要读懂 那么目前影响石油价格的 不是世界经济局势啊 这个是太漫长了 它不会变的 中国今年进口100万桶 明年还进口100万桶 它不会太变化太大的 但是供应量是变化很快的啊 今年我OPEC开完会 我马上就检查了 那之后下个月就是检查了 它数量马上就下来了 油价马上就上去了 就是这么直接 所以说大家要看的是供应方啊 现在供应方就三大巨头 OPEC 俄罗斯 美国 现在又想加进来一个老四 叫巴西 那么大家关注石油价格 关注这四个国家 或地区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图呢 是全球石油的一个流通图 我发现澳大利亚主要是从哪里来呢 澳大利亚在右下角 右下角这个进口量啊 我忘了这个是什么单位 这应该是23.9万桶吗 忘记了 那么主要是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这个应该是呃 叫什么什么那个华人的那个呃 加新加坡啊 应该是从新加坡中转一下 然后从新加坡是从哪来的 从中东啊 所以说呢 澳洲的石油啊 就是从中东来的 所以呢 在海上要飘四十多天啊 然后来到了澳洲 这就是为什么澳洲的这个啊 主储备啊 石油储备总是不够啊 非常依赖中东的进口 我们说澳洲也有石油啊 但是开采成本太贵了 你想想啊 工会举个牌子都要十几块钱 你要是他去挖石油 那还还还指不定要多少钱一小时呢 说不定年薪都要搞到十七八万 二十多万啊 像挖矿 现在大家都不希望有矿工了 都开始上机器了啊 BSP都上机器了 不要矿工了 太贵了 那么中国呢 大家看一下 中国主要是从中东有 俄罗斯也有 这个小箭头 还有哪里 新加坡也有 那么新加坡我们说了 还是从中东来的 那么这是中国 还有哪里 中国还从巴西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根线啊 底下这个63.4 这根线是从巴西来的啊 巴西 中国也是从巴西进口 因为中国从巴西进口 铁房石啊 进口这个石油 中国有很多大国企是在巴西 包括紫金矿业啊 之前和他们这个高管也见过 就是巴西矿啊 这个紫金矿业在巴西也是有的啊 所以呢 这个是中国 那么美国 大家看一下左边 美国既有出口也有进口啊 这小镜头特别多啊 所以说呢 美国呢 其实现在已经基本上自给自足了 开始出口啊 能够出口了 我们再看一下俄罗斯啊 俄罗斯基本上呢 都是出口的 出口到欧洲啊 出口到这个啊 东南亚 出口到中国啊 包括出口到中中部地区啊 那么还有这是欧洲 欧洲呢 主要是靠进口的啊 进口这个非洲的石油 进口这个中东的石油啊 进口 俄罗斯的石油啊 这个欧洲 就是完全是依赖 然后呢 石油的价格分析啊 其实就是宏观因素啊 经济 政治和供求 那么供需关系 那么它影响的呢 就是股票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啊 作为大家的配置 那么现在的价格呢 是有英国石油和美国石油 很简单的一些判断的方法 大家可以记一下 就是第一呢 就是OPEC国家的产量 第二个呢 是非OPEC国家的石油生产能力 在日益增加 第三呢 是短期价格对库存 美国的EIA影响比较敏感 第四呢 是美元指数对石油价格影响显著 就石油美元挂钩 第五是地缘政治因素啊 就速度比较快啊 大家可以跟我们要报告 或者是回放这个YouTube视频 我们之后都会上传到网上的 还有四分钟就到九点了 非常感谢大家每天 每周四晚上的支持 那么2020年的一个预测也在这里 就是说石油的产量 还是在稳步增加的 如果是OPEC不现产的话 不减产啊 那基本上油价还是上不去的 那么这份报告呢 是高盛的啊 也是全英文的 高盛也是我们学金融的 之前的很多人的这个心目中啊 的胜地 也就是说高盛和摩根呢 作为两大投行 屹立在世界的金融界之巅 但是现在我们接触下来 发现哎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像摩根啊 他有很多的这个评价不是很好 摩根呢 他分很多部门 也分很多国家的这个经营 那么有些部门呢 就不好 比方说咱们啊 华人来到澳洲 要做这个 要挖挖的投资移民 那么摩根里面的人呢 就有会给大家推荐 commission很高的一些产品 什么意思呢 就让你去买小股票 小的基金啊 那小的基金 他可能给摩根的人呢 给4%的提成啊 非常高 那么摩根收的管理费 也非常高 因为我们知道买基金嘛 都有管理费 你交个1% 2%都很合理 但是摩根呢 可能有的产品 会收你7% 6% 8% 那你一年都赚不了这个钱 你收管理费就收这么高 中间再给回扣 所以说呢 这个 呃 人性啊 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 目前我们也是 只看好的 拿他好的东西 像这些报告啊 都是他们在全球 各个办事处 各个国家 这个非常优秀的人写出来 那我们拿到报告之后 我们去了解 我们去自己做投资和判断 啊 所以说呢 一定要啊 自己去了解 多了解一些 那么这个呢 是高盛的一些投资报告 也是给出了非常详细的一些对比和分析 包括全球的一些增长 GDP啊 还有这些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就基本上到这里 关键的因素呢 就是跟大家说啊 想要报告 跟我们说 我们就给大家啊 要什么报告 我们都有 其实呢 投行的人就是做PPT做的比较好啊 非常漂亮 这种线图啊 给的非常清晰 但本身呢 他们其实需要大量的一些数据分析啊 像这个点阵图 其实呢 都是用到了很多的一个数据啊 可能需要一个团队啊 完成一个月才能把这个报告写好啊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便利啊 这个呢 就是structure outlook for啊 美国的房产啊 房产 大家看一下 其实房产的增速啊 政府就希望每年在1%到3%的增速增长 不要太高 那么澳洲房产呢 有点不太健康啊 就是说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面 每年7%的增速 这个太夸张了 那么现在的话 1%到3%是合理的啊 房价跌 其实也很难跌的很多 那涨的话也不会涨得很大啊 这个呢 就是比较健康的 好了 再次感谢大家啊 那么 感谢下周四的话 我们同一时间 那么是由我们的美女啊 这个Joy 给大家做网课的讲解 好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简单提一下 解答大家一两个问题 我们就跟大家说完 晚安啊 给大家一个小的提示吧 比方说啊 我买了安安这只股票啊 我点开 那么在吹丁 里面呢 啊 我们有很多功能可以用啊 他虽然是一个第三方的网网站 比方说现在 Vspac跌的比较多 那我就找到Vspac 然后呢 我打开Vspac的图表 好了啊 这个呢 就是Vspac的图表 看花花绿绿的 非常好看啊 这个Vspac 今天反弹的幅度 还是不错的 反弹的1% 2% 在上边啊 他有个financial financial里面呢 可以添加各种的 这个数据和指标 那么我对指标不感兴趣 我对数据比较感兴趣 比方说我要找一个 Total Annual的这个Equity 或者是我要找到一个 Cash Flow 这些都是财报上的 或者是Market Capitalization 那这个就很方便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缩短 这个呢 中间我刚刚加的这个呢 就是TotalEquity 就是总的净资产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13年呢 它是47个币列 那后来呢 变成49了 那15年变成53了 那么对应的股价 也非常的明显 对吧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呢 都是能够一一对应的 如果我们想知道 它的一个财务数据的变化 对股价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 那我们就把这个 财务数据 financial这里 什么price sales ratio cash flow ratio 都加进去 然后balance rate 里面债务比例 还有total的债 这些liability annual这些都加进去 大家就知道了 很清楚 对吧 最底下就是这个债务问题 债务的一个比例 就能看出来 它的变化 对股价的一个变化影响 非常直接 非常好用 大家如果是经常关注 这些软件都是免费的 好了 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今天比较安静 也不知道大家是 边看视频 边嗑瓜子 还是怎样 在听这个网课 不过还是非常感激 那么未来的投资呢 还是要谨慎一些 那么中长期和短期 一定要分清楚就可以了 短期的话 大家可以比方说一万字金 我拿两千三千做短线 那么七千六千 我做中长线 这个呢 对大家是比较安全的 最后再说一下奥纽呢 其实大家依旧是可以关注 不过目前呢 还是在一个下降的通道里面 但是不影响我们可以开始抄底了 因为这个呢 是monthly的线 monthly线的话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在1.04的位置呢 就已经非常低了 我们第一次不一定要进一手两手 可以进个0.1 0.2 0.3 往下的话 越跌 我们越买的越多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祝大家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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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